花莲地震造成苏花公路中断 而花东两地的农余蔬果只能难绕 运销成本增加 而农业部对此也宣布 在道路抢修的期间 将补助花莲台东地区蔬果共同运销 而生鲜的农产品宅配者 以及渔民农民团体绕路所增加的运费 以减轻负担 0403大地震造成苏花公路中断 大清水隧道摊坊 修复初估要等3到4个月 花东地区农余续勤相关产品就只能难绕送 运输业者苦说 运输成本大大增加 本来是差不多5个小时以内就会到台北 现在要11个小时左右 一天要有3台对开 要有6台10轮的26吨的这一转车子对开 以前跑苏花市 有钱大概差不多7千块 现在跑南部应该是要1万2左右 人手要最少要两个司机 不只是人力物力以及时间上的成本增加 现在跑一趟上下货都得要超过24小时以上 影响农余续勤等农产时效保鲜品质 也影响农民的农产生计 其实这也要麻烦我们台北124跟台北所有的消费者跟陈销园 在针对我们花莲区的蔬果这些生鲜蔬菜 因为运输时间拉到12到13小时 品质上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那希望说台北的消费者跟陈销园都能接受 不要让我们的拍卖价格当得太低 那这样子才可以协助到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农友 苏花公路出股修复最快也要花上4个月以上 为了减轻农产运输成本的负担 农业不对此宣布在道路抢修期间 将补助花莲台东地区蔬果共同运销 生鲜农产品宅配以及农运民团体绕路所增加的运费 可依苏花公路中断农与产品运费补助作业程序 向当地宪政部来申请补助 每公斤补助金额最高4块钱 请补助金额最高4块钱